我在他乡挺好的,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人,怀揣着梦想,来北京打拼,却在生活,事业,爱情上遭受着各种考验。 但他们面对生活的压力,毫不退缩,勇敢前行,他们面对事业上的危机,毫不畏惧,积极努力,他们面对爱情上的考验,毫不迟疑,勇敢追爱。 如今,这部剧中,已经有三对好磕的CP了,前两对忠诚眷属,最后一对形同陌路。 周宇童饰演的乔西晨,工作勤恳踏实,日常精打细算,白玉帆饰演的简一凡,是乔西晨的上司,他睿智内敛,温暖细致。 每当乔西晨心情低落的时候,简一凡都会出现在他身边,安慰他,鼓励他。 尤其是胡晶晶去世的时候,乔西晨撕心裂肺的哭,简一凡满眼都是心疼。 简一凡主动让乔西晨多多休息。 每当乔西晨遇到危险的时候,简一凡都会保护他,照顾。 乔西晨坐地铁,被人跟踪时,简一凡赶紧开车过来找乔西晨。 简一凡还暗抽抽表白乔西晨,只要你跟我在一起,我就会保护你。 张爱玲说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。 遇见了你所遇见的人。 简一凡和乔西晨就是如此吧,他们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。 简一凡懂周宇彤的脆弱,周宇彤懂简一凡的执着。 两个人最终走在了一起,收获了幸福的爱情。 任素希饰演的季男嘉是一位独立的女强人,她有自己的事业,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。 但在家人眼中,季男嘉并不孝顺,因为季男嘉已经三十六岁了,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。 在家人眼中,子女的幸福高于一切。 而季男嘉却一直单身,家人确实着急啊。 幸好,季男嘉认识了欧阳。 欧阳是简一凡的助理,他虽然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但他有一颗成熟的内心。 在酒吧,欧阳对季男嘉一见钟情,醉酒后,欧阳和季男嘉一夜情。 虽然两个人关系发展过快,但欧阳对季男嘉确实是真心实意的。 当季男嘉被老板娘刁难的时候,欧阳为季男嘉打掩护,当季男嘉和前男友谈话的时候, 欧阳为季男嘉点赞,当季男嘉工作出问题的时候,欧阳帮助季男嘉渡过难关。 最终,两个人幸福地走在一起。 软萌可爱的年夏小奶狗和大龄未婚优质女青年,这对姐弟恋值得科。 许妍和沈子畅是大学同学,亦是现在的恋人。 许妍是一个虚荣的女孩子,总是把名牌包包放在嘴边,总想去高档餐厅吃饭。 而沈子畅是北京土著,还是一位小学老师。 许妍和沈子畅在一起,有过甜蜜的时光,也有过吵架的时刻。 许妍太爱花钱,沈子畅每个月一半的工资都花在了许妍身上。 但许妍并不知足。 许妍认为沈子畅是自己的男朋友,就应该为她花钱。 而沈子畅认为,花钱可以,但也要适度,更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是否允许。 两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。 再加上,沈子畅的妈妈看不上许妍。 而今,两家人还因为婚房的问题争论个不休。 沈子畅妈妈不同意买新房,而许妍说买房是结婚的前提。 在始至不渝的爱情,也经不起现实的重重考验。 更何况,沈子畅的妈妈不喜欢许妍,定会极力阻止沈子畅和许妍。 最终,许妍和沈子畅分手。 两个人从最熟悉的恋人,变成了形同陌路的陌生人。 那么,这三对CT,你最磕哪对呢?